君子之交淡如水,小人之交甘若里说出了人情社会的艰难,无论古今,我们在生活之中各个方面都会碰到小人,但是有时候我们又不知道会因为什么原因得罪了他们,所以老祖宗也时刻教导我们做人要圆滑。 以史为尽,可以知心辟,以人为尽,可以明得诗,欢迎订阅真正历史。 华元的家国情怀,华元是春秋时期宋国的六卿之一,也是宋国籍政治家、外交家、军事家、刺客、人质,战将于一身的著名人物。 在这些头衔之外,他还是一个特殊的身份,那就是因爱民如子而流芳百世的宋代公的五世孙。 华元对家国的重视,很大程度就是受宋代公所影响。 春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大分裂形成的时期,史家一般以平王东迁作为春秋时代的开始,以三家分禁作为春秋时代的结束。 这个时候,尽管周王室仍继续存在,但周天子已然失去对关中平原的控制权,再无力撤走诸侯国。 于是,周天子和其背后的周王室成了吉祥物,原本宣誓效忠于周天子的各诸侯王,也都纷纷显露制霸天下的野心。 开始了不断的征伐与吞并,但由周王室兄威子起建立的宋国,却没有立即加入这场争霸活动。 平王洞迁,也就是春秋时代开启时,宋国在位的国君是第十一任国君宋代公,此时正是他在位的第二十九年。 宋代公是威子起的第九世孙,他即位之时,周天子的宝座上坐着的正是周幽王。 在这种天子残暴,社会大动乱的恶劣环境下,宋国内部还在遭受着严重的重灾。 宋代公临危受命,硬是排除了大环境的干扰,远离了所有纷争,通过一系列变革。 带领臣民自立自强,走出了危机,还将宋国发展成了强盛的国家。 这种超强的智慧和卓越的能力,让宋代公在臣民心中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,也让他长久地留在了包括怀源在内的后人的记忆里。 宋代公以爱民如子慕邻友好闻名于世,华越虽只能从史书里看到宋代公的事迹,却不影响他对这位祖先的大力推崇。 在宋代公的带领下,宋国成了有上公之国风范的强盛的国家,这种转变在那个时代不可谓不艰难。 因此,作为宋代公的武士孙,华越也为这位祖先感到荣耀,并以他作为偶像,以强烈的家国情怀,扛起了为宋国独称一方大厦的重任。 公元前606年,郑国接受楚国的命令攻打宋国,此时面对郑国的大军,宋国国家宋文公就派遣化元前去抵御强敌,养国在大吉相遇,成对峙状态,一场大战如同溅在弦上。 华元这个人是很有才华的人,政治,外交,军事无疑不通,宋国当时也正是因为他的苦苦之称,才能在乱世之中占得一席之地,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人,却也难逃小人的厄运。 古代打仗之前,将军为了激励士气,肯定都会对士兵大家赏赐,华元也是如此,在大战开始前,他先是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,之后就拿出酒肉给士兵吃。 在春秋战国时期,只有上层贵族才能经常吃肉,所以曹会论战之中有肉食者比那句话,而华元为了激励士气,就杀猪宰羊给士兵食用。 本来这是一件好事,可是当时华元独独漏了一个人,他就是自己身边的车夫杨真,当面对这种情况,心胸宽广的人就会感觉无所谓,也就是少吃一顿肉,或者老实一点的人也就算了。 吃亏就吃亏吧。 而很不幸的是,杨真是这两种都不属于,他因为当时没有分到羊肉,就已经将华元记恨在心里了,于是决定给他一个教训。 第二天,一场大战如期而至,华元坐在马车上指挥士兵,然而谁都没有注意到,此时杨真已经起了歪心思,趁着华元不注意的时候,杨真直接驾着马车冲入了敌军阵营,并对他说道, 愁惜之羊,子为正,今日之事,我为正,这意思就是当初赏赐羊肉的事,是你说了算,今日马车去哪儿,就是我说了算。 而这就是各自为正的典故,独自脱逃。 战后统计,宋国一共在这场战争中,损失了战车四百余辆,二百多人,阵亡将士更是不计其数,然而这还没完,由于元华被敌人俘虏, 宋国不得不又付出巨额代价,来赎回元华。 按照郑国的要求,宋国准备了战车一百辆,纯正的战马四百匹,可是当押运的队伍还没将这些物资送到郑国军营时,元华竟然自己偷偷逃了出来。 回归后的元华大声斥责杨真不顾大局,竟然临阵反叛,可谁知,当元华愤怒地骂完一通之后, 杨真并没有任何气氛,反而又淡定地说出了那句他在战场上的话,气得元华面红耳赤,却又哑口无言。 各自为正这个成语,直至今日仍然经常被人们用到,常常指责那些在做事时不考虑后果,各自按照自己想法做事,而不懂配合的人。 试想一下,如果杨真残羹的这场战争里,华元战胜了郑国,分羊肉这件事情就成为了他个人的美名。 甚至千百年之后,还可以与岳王勾建室有疾病,不能随军从兵者,给其弥州,与之同时,齐国将军司马仰居为兵族问及医药。 身自背负之,为大将无起,与士族分劳粹,有士族换居,择亲为水浓血等爱兵如子的佳化其名,永远被世人所牢记。 然而,历史没有如果。化元最终没有成为一代名将,就像宋国也没有一方霸主,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,纵使化元彩蛋德性有多么崇高,在天下大势的面前,仍然只是沧海一宿。 历史上还有哪些猜中了开头,却猜不到结尾的故事? 给脸不要救灭国。 公元647年,帝王天花板人物李世民,派遣手下外交官王玄策,赴使蒋诗人。 到天竺国去收保护费,天竺进印度。 仲天竺王派使者跟随王玄策,要去大唐朝拜纳贡。 正当这伙人往大唐走时,仲天竺的戒日王死了, 其手下众臣阿罗纳顺趁机作乱,顺手就当了老大。 这家伙成为新任戒日王后,命大军袭击王玄策的外交使团,不仅抢了所有财富,还把人杀得杀福的福。 王玄策找机会逃离后,心想要这么回去,估计饭碗是给砸了,脑袋还得搬家。 在这种穷途末路下,王玄策按理说算完完了。 但他不愧是巨唐之人,李世民不仅自己牛P,帐下清一色都是猛男。 王玄策改变路线抵达吐蕃,并高举大唐名义,征召一千二百名吐蕃军,七千尼婆罗骑兵金尼伯尔,总计八千二百名骑兵混合军。 这支除了领头是唐人,其他全是翻兵的部队,浩浩荡荡杀向了天竺国,玄策挺身奔吐蕃西比,习召邻国兵,吐蕃以兵千人来,尼婆罗以七千起来,新唐书。 到那之后,王玄策的复仇大军三天就攻破了中天竺,天竺军在丢下一万三千余尸体后,溃不成军逃向内陆。 阿洛纳顺步服气,准备佣兵再战,然后一顿操作后,自己人被俘虏了,连伏待杀又是几千人,于众和其老婆过疆抵抗。 结果在王玄策和蒋诗人的横扫下,全家老小加文五百官一并打包,连人带畜生四五万被收割,五百八十座城池不战而降,各地天竺王见此情景,唯恐自己下一个被蹂躏, 纷纷带着礼物前来讨好。 选策部分近战查伯和罗成,三日破枝,斩首三千集,溺水死万人,阿洛纳顺尾国走,和散兵覆阵,诗人秦之,辅斩千计,于众凤王七夕祖前驮未将,诗人积之。 大溃,霍其妃,王子,鲁男女万二千人,杂出三万,诗义五百八十所,新唐书。 王玄策便带着比军队多十几倍的战俘,以及堆积如山的礼品,回朝交差了。 按理说如此战绩,必然是耀眼的赏赐吧? 没有,唐太宗得之后,敷衍王玄策个朝三大夫五品官,事后便没人再提了。